而三十位不老骑士 从十四号开始展开 围棋十二天的环台行程 十六号来到花莲县政府之后 紧接着又驱车前往东华富小 由校长以及六十名的小朋友 以单车特技热情迎接爷爷奶奶们 爷爷奶奶也当起了圣诞老人 赐赠小朋友圣诞礼物 让孩子们提前感受到家节的温暖 也让小朋友们感受到 老大人的活力和不畏艰难的忍性 欢迎爷爷奶奶 结束花莲县府的行程 不老骑士随即前往东华富小 小朋友们以单车特技 欢迎爷爷奶奶 来 这学习刚成立脚踏车的竞技脚踏车 加油了 来给他掌声鼓励鼓励 今天的活动爷爷奶奶他们很勇敢 因为他们年纪那么大 还可以骑脚踏车 还台 因为很多老人老了就呆在家里不出去 不管是有缺什么 天生缺什么或者是年纪大了 他还是会勇敢去面对这个事情 最年长高龄98岁的康梦林爷爷 参与活动13年 虽然近年因为青光岩造成势力退化 仍然中气十足出席 我开始骑的几年 我砍得见 所以从台湾好多次 从上海 北京 从国家华 到旧金山台湾打桥 一到马来西亚新加坡 很多次 那个时候也会是起一档 我眼睛看得见 你没问题 现在这两年 因为眼睛青光眼 退化 所以我们无私带我们 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带我 我就很好 平安 无私带我 我们感觉到很有阴影 年纪现在是不小了 不时我们还有这个婚礼 带出来 叫引导老人 走出户外 引向阳光 跟我们一样的健康 这样我们的博家 我们是花脸的同胞 才有健康升级 第二年长92岁的陈云奶奶 曾居住在花莲20多年 四名子女都是东华父小校友 因此特地前往该校 当圣诞老婆婆 很高兴 特别来花莲 因为我在这里待了20几年 我的小孩还在这边 四个小孩都在花师父小毕业的 所以特地来这边当圣诞老婆婆了 对 我每年都跟着车子跑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不会吧 因为平常有在活动 那跟小朋友在一起的感情 会带给你什么 带给我年轻 有活力 总领队李志伟表示 办理活动的目的 就是要向社会大众证明 活到老 依然可以快乐到老 做更多老人榜样 实践待坚共融理念 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 我们特别安排八所小学 因为我们认为老年人的故事 老年人的见证 老年人的生命 应该传承下去 所以现在教育部在推待坚教育 所以我们就想把待坚教育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透过他们的生命 跟他们的舞动 还有单车 可以带给这些小朋友一个 哇 所以当然小朋友听到他98岁 听到他92岁的时候 大家你知道吗 都是看的 你知道都不知道说什么 甚至有一些国中生高中生 会拥抱他们之后就掉下眼泪 我说你们为什么掉眼泪 他说因为没想到 他们可以走出来 那我认为说 我就说那你认为老人是什么 他说老人就应该坐轮椅 躺在那边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 九十几岁还可以出来动的 所以今年我就跟他们商量 我们说我们还要 舞动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安排到 所有的小学区 不管是送礼物也好 或跳舞也好 把待坚 这个所谓的祖孙之间的感情拉近 也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做明天独居老人的榜样 做明天老人的榜样 为什么 因为这些小朋友也会老 所以看看他们 我每次看到他们 我自己 我今年已经六十岁了 我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看到 我在未来 我怎么样要当一个快乐老人 所以他们的生命看到没有 像 来吧 声音 他们的声音永远是这么洪亮 所以对我来说 我要把这样子的生命 复制给全台湾的每一个象征 发送完圣诞礼物 大小朋友合影留念 结束东华复小行程 不老骑士启程下一站 门落受工护理之家 并与小朋友 许三明年再见的约定 记得长方夜华林诗报导